IT选拨吧 在2017年6月 联合中心通信 开通了国内首个5G御用基站 这次试验成功之后 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 推进5G测试验证 促进5G标准 技术成熟和生态构建 开展5G产业应用培育和商业模式创新 为后续5G规模商用打好基础 而在3月份 中心通信携手中国电信 百度在河北雄岸行区 完成了基于5G网络实惯环境下的 无人驾驶车测试 成为国内首个在5G网络环境下 完成的无人驾驶 开启了5G网络在无人驾驶领域的应用大门 5G通信理论速度可以达到10Gb每秒 也就是下载速度1.25Gb每秒 相当于一部高清电影 仅需要几秒的时间就可以下载完成 5G要来了 看来离网速快的房子一夜归一动 离不远了呢